哇 年纪也大啦 未来的人间社会是你们年轻人的 大家真的要有觉悟 一定要有觉悟的 大时代要西名大士辉 因为现在社会很难分啦 这个时代陷阱多多 年轻人一少不用心 就会踏进了陷阱 有一段时间 其实现在也是这样 什么在抓宝 我跟你说 这都是浪费时间迷茫自己的本性 时间一消歇就不会再来 我们话说错了 还可以重新一次 道歉一下 重新一次 事情做错了 还可以再次一次 可是这种的时间 是无法重复一秒钟 都无法重复哦 现在虽然科技发达 人人都已经被科技绑住了 人人少了这一机 或者两机三机 现在多机归一体 这都是要让我们善用它 我感恩科技 但是我担心 担心科技 担心的是不会善用 把他担用掉了 这种担用是像那样的抓宝一样的 那好像每一个人变成了狂人 都发疯了 这半夜到人家的家里 说我要进去抓宝 有耶 真的是有啊 这样的问题呢 真的是 乱了人心啊 也乱了社会的次序 我真的很担心 还有有担心的是网络 网络善用它 就如我刚刚所说的 也有云端 也有网络啊 可以互动的 善的信息 可以用到 各位菩萨 大家应该要自识自己 自己要鼓励自己 所以在这样的大时代 要明大是碑 时间分秒都不能停歇 要不准备 我们下来 来 我们下来 你 看